大家好,今天是4月19日星期五 今天的日子可能不太好 不太好的意思是 新聞上說在伊朗方面傳出了爆炸星 可能是以色列方面開始橫拖了 這個未曾證實,不過傳出了爆炸聲 爆炸聲可以有很多種 為什麼要爆炸呢? 怎樣打法都不清楚 不過大家如果有盤的話是需要考慮留意 無論如何都好,今天的市是繼續下跌 剩下的板塊只剩下三個板塊 始終要照顧五個板塊 第四和第五個板塊都是跌的 以整個板塊來計算 黃金板塊是上升的 這個一向都是這樣的 接著有化學製品上升 這跟製造業有關係的 工商及專業服務有上升 基本上是這些小隻的升得多 帶動了整個上升 其他所有都很小的股票 市場不是那麼大 煤散方面呢 基本上一直都有上升 個別那些是升得比較多 雖然整個板塊還是跌 不過這些是一直有上升的 但無論如何都好 中海油和中石化這些都是有上升的 其實很多都是有上升的 雖然整個板塊是有下跌 但無論如何都好 中海油和中石化這些都是有上升的 我們再看看個別的股票方面 整體大型的恆指成分股 基本上都是下跌的 特別是大鵝龜那些 除了石油股 還有銀行股 還有微星 一看一看一個的行股 其市 其市方面呢 一直沒有股票 都是會下跌的 似乎一直下跌 你要留心 會不會去到這個 星期一回來 稍微是一個裂口的低開 因為如果真的有打仗的話 大家相反環拖的話 這裡會出現一個可能會下跌的 這個需要留意一下 那麼要跌多少都不知道了 應該會試穿這個160 或者去到158左右 這個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現在再跟著我們看的就是 今天可以留意股票 可以留意一隻的白雲山